10月29日,WTT新乡世界杯决赛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之中 现如今,WTT新乡世界杯已经到了白热化阶段 10月30日,WTT新乡世界杯决赛就要进行男单和女单冠军战了 现在我们就看一下 咱们中国乒乓球队在WTT新乡世界杯的夺冠形式 目前对于咱们国拼女队,已经可以提前庆祝了 王逸迪、王曼玉、陈梦和孙颖莎四位女拼猛将已经锁定了四强席位 也就是说本届WTT新乡世界杯冠亚季军早已全部进入国拼囊中 今天晚上7点王逸迪将对阵孙颖莎 晚上8点30分陈梦对阵王曼玉 国拼队内的两场焦点战,大家都是势均力敌 谁能闯入决赛真不好说 而对于中国乒乓球男队来讲 本届WTT新乡世界杯可以说是危机四伏 林高远早早出局 南拼世界第一樊振东爆冷输给了奥恰洛夫 现在国拼南队只剩下了小将王楚清和老将马龙 今天南南四强对决将全面展开 晚上7点45分 日本南拼一哥张本志和将对阵德国南拼一哥奥恰洛夫 张本志和士气正胜 之前的成都士兵赛团体赛 张本志和曾先后战胜了王楚清和樊振东 给中国男排制造了很大的麻烦 这位日本南拼小将现在是越来越强了 已经成了国拼头号大敌 而奥恰洛夫刚刚商业付出 就展现了相当不错的竞技状态 能够爆料击败 樊振东也证明了奥恰洛夫的状态非常出色 奥恰洛夫与张本志和的对决 两人谁都不会轻易认输 而在晚上9点15分WTT新乡世界杯将迎来一场国拼南队内部得比 王楚清将对阵老将马龙 王楚清在刚刚结束的WTT澳门冠军赛拿到了南单冠军 这位00后小将已经成为了国拼南单未来的新希望 经过WTT澳门冠军赛的洗礼 王楚清无论是心理还是技战术打法都成熟了不少 本届WTT新乡世界杯王楚清的目标自然还是冲击冠军了 而老将马龙老当义壮 作为国拼南队的老大哥和领袖 马龙在WTT新乡世界杯依旧展现了强大的实力 但这一次与小弟王楚清在WTT新乡世界杯半决赛遭遇 两人只能有一人禁忌决赛 让很多球迷也是比较纠结 王楚清是中国南拼的新希望 而马龙则是中国南排的领袖 只能希望两人能够打出精彩的比赛 目前来看 WTT新乡世界杯中国女拼 已经提前锁定了冠亚继军 球迷们可以提前庆祝了 而中国南拼的形势则比较危急 马龙和王楚清在半决赛相遇 也就注定了WTT新乡世界杯冠军争夺 中国南拼只剩下了独苗 无论是马龙还是王楚清 两人中只有一个人可以晋级决赛 他们的潜在对手将是张本智和或奥卡洛夫 这两个人实力都非常强劲中国南拼形势危急 我们下期再见